嗨大家好,我是小帆 我现在在新疆和田 今天带大家来逛一下和田的夜市 看看都有些什么特色的美食 和田有两个夜市 一个是新夜市,另一个是老夜市 今天带大家来逛的这个是老夜市 这个夜市的布局比较简单 两边是各种小吃摊 小吃摊的后面是用餐的地方 你买了小吃就可以坐下来吃 当然也可以拿走 整个夜市的氛围比较不错 看上去比较整洁 比较卫生 晚上来逛夜市的人也不少 这里卖的美食小吃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有当地特色的小吃外 还有很多全国各地的美食 说明这是一家针对当地人的夜市 不是专门给游客准备的 这样的话我倒是更喜欢的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很多老板在现场制作 带大家看看都有哪家特色的小吃 首先是这个煎鱼 在新疆烤鱼倒是经常煎的 但是这种用托盘在火上煎的好像不是很多 这个是西瓜鸽子 是把西瓜掏空 然后放入鸽子 再放到炭火上去煮 你们吃过吗 然后这边是烤鸽子和烤羊肉 这边也是 味道特别香 远远就闻到了 我上次吃过这样的烤鸡腿 这一串是四只鸽子 这边是卖凉皮的 还有卖各种串串的 以及卖羊头的 还有羊肉 哇 这个水煮的锅好大呀 里面煮的串串也多 都包肉这个上次在库车吃过 里面的肉还行 外面的肚皮感觉一般般 还有羊蹄 这个没吃过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家也是卖羊蹄的 新疆的夜市卖羊蹄的摊位还真不少 这又是一家烤鸽子的摊位 感觉喀什和和田这边的烤鸽子特别多 这边养鸽子的人家也很多 昨天带大家去逛的那个团城 以前就是鸽子巷 怪不得有这么多烤鸽子的摊位 这个是炸鱼 在喀什的时候吃过一盒一盒装好的那种 当时吃的时候有点凉了 口味一般 就是用这种大鱼做的 这边是烤鸡和烤鸡腿的摊位 上次吃的就是这种烤鸡腿 这种滚动烧烤的摊位在新疆真的很常见 居然还看到了臭豆腐 这个在新疆的夜市真的不是很常见的 尤其是南疆这边 这个是卖牛骨头的 都是特别大的那种骨头 感觉吃一块就饱了 这里是卖各种果汁饮品的 还有卖各种小菜的 卖各种瓜果的也有 这又是一家卖羊蹄的 看来喜欢吃羊蹄的人真不少 这个是羊肉包子 是现场做现场蒸的 老板的手法还蛮鲜熟的 然后是烤玉米和烤南瓜 烤南瓜还是第一次见到的 你们吃过吗 这边也是卖各种饮品的 还有石榴汁 哇 这个是烤全羊 真的是完整的一汁 刚刚烤出来的 但是旁边就能闻到香味 这是卖各种烤蛋的 这个在新疆最常见了 几乎所有的夜市都能见到 在喀什古城的学校大门口都有卖的 就这种放在炭火上微烤的 这一排都是卖烤蛋的 有鸡蛋 有鸭蛋 有鹅蛋 甚至还有鸵鸟蛋 这也是整个夜市汤味最多的一种小吃 后来还看到有几家卖羊蛋的汤味 这个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看着感觉挺蛋疼的 反正我是不敢吃的 你们敢吃吗 新疆的这个果酱粽子以前见过好几次 但是从来没有买过 这种粽子的吃法是先把粽子放到碗里 然后加一点酸奶 再加一点果酱 不知道这样好不好吃 买了两个试试看 粽子和我们平时吃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 和果酱酸奶混在一起吃 但是这个酱真的太甜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至少我就不太喜欢这么甜的食物 因为粽子实在太甜了 所以买了几串烤面筋 用咸的来压一样 这个夜市还是相当不错的 虽然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有 当当地特色的还是不少的 所以来和田旅游的话 一定得来逛逛 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新疆型的最后一站也要结束了 明天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新疆旅行的一些感受和经验吧 希望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